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法安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安抽通箱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大家好 飞瓶好 各位TUMO我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冠实说 今天最高来到17609点 最低在17515点 收办的时候跌了9点 来到17549点 加上总值2768亿元 好 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来布局成为赢家呢 赶快请向我们专家罗老师 2024开宏盘到现在 今天第三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很可惜了 今天许许在前面已经跌了400点的情况 接下早盘了 今天一度的还开高 一度的反弹了将近50点之多 不过很明显的 整个市场追价的一个力道 还是不够积极 所以看到反弹之后 又随即的往下压回 在几斤震荡 最后当然是只有小跌9点 这不错了 昨天还跌了那么多 昨天盘中一度还跌了300多点 收盘也跌了200多点 今天跌是已经收益到只剩9点 我认为止跌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已经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只不过我看到随着这几天下 因为毕竟如果说从礼拜二 就是开宏盘当天的一个高点 来到17956 一直到昨天的一个低点 来到17518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三天下来 已经跌了将近有440点之多 随着这样的一个连三黑 跌了超过400点 我们看到整个盘面的一个氛围 似乎也开始燃起了一个 所谓的恐慌的气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恐慌的气氛 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很多的投资朋友 全部都套在高点 你回想一下 在去年封关之时 当时整个大盘都还创下了 一个破断的新高 几乎是以今年的一个最高点作收 所以那个时候盘面氛围 必然是非常乐观 尤其当时很多专家权威名师 都纷纷的告诉各位 别怕了 甚至一开红盘 万八就过了 对不对 结果一开红盘下来 连三天的一个拉回 你的股票又套在高档 当然这整个心情 或者说整个盘面的气氛 不然会显得比较紧张一点 其实我只这样告诉各位 现在当然随着大盘的一个拉回 三天跌了四百多点 大家开始怕 因为你的股票都套牢 当然会怕 但是我只问各位 当时在高档的时候 这么多专家权威所告诉你的 台股要上看万八 上看万九 甚至于上看两万 这些理由改变了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只不过他先跌了个五百点 跌了四百多点嘛 对 那结果一跌下来 反而大家已经忘记那些 原本看好要上看 这个万八啦 万九啦 对不对 所以说这叫什么 这叫看掌说掌 看叠说叠 甚至于随着这几天的一个拉回 当时告诉你 啊台股可以上看万八万九 这些 这些人 似乎也不再跟你提了 对 那我说过 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是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做股票 你永远记住 好 你不要跟着市场的氛围去走 对 因为我说市场多数人 他都不是赢家 嗯 而行情 他也不会跟着市场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去走 对 因为多数人都不会是赢家 他当然跟着不可能去跟着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啊 没错 所以我说当市场大家都乐观的时候 这个巴爷爷讲的很好啊 这个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叮咛大家的啊 对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懂啦 可是我说过 能够做到的有几个 大家恐慌的时候 你要懂得贪心一点 大家贪心的时候 你要恐慌一点 每个都会背啊 对 对不对 连我儿子当时小学的时候还也会啊 因为我常常告诉他这样的观念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懂得道理 对 为什么 多数人都做不到 没错 对不对 你不要说什么 做股票怎么能够赚钱 低买 对 高卖 高卖 小学生都知道 嗯哼 但是多少人能够做得到 嗯哼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是 那后来 我发现 原来 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你少了一个真正 能够懂得操作的人 带着你做 好 你总是跟着不对的人 然后在不对的时间 用不对的方法 在那边横冲直撞 对 对不对 你当然看不到正确的一个效果 嗯 就好比说我们刚刚讲 现在恐慌 这个盘面的诗 这个 这个 氛围 对 比较恐慌升高一点 嗯 那为什么 因为你股票都套牢 对 但是如果说你像我们 我们怎么做 大家不用 不用我再 我解释什么的吧 嗯哼 你们在追 你们在分关前 在追股票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在卖股票 卖股票 对不对 我在卖股票 我卖什么股票 我是不是卖2357的华硕 对 我华硕什么时候卖的 在12月28号 当天创下502块高点的那一天 我在出股票 有没有 当天反过来 市场上有多少专家权威名师 看到华硕上了五字头 纷纷的摇旗呐喊啊 歌功颂德啊 巴不得你赶快怎么样 用市价狂敲猛敲啊 有没有 赶快买 不然你来不及了 有没有 好 为什么同样一档股票 我们面对同样一个行情 对 我们做法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不一样 对 我说过了嘛 第一个 方法不对嘛 对 对不对 你想 我们在三字头 而且我说这是第二趟 这你们都知道 全市场都知道 我们华硕来回做两趟 现在准备要做第三趟 那你看我们在三字头买进的股票 沿路的买进 沿路的买进 而且不是只有买一次 对 从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零五 有没有 第二趟是四百零五做最后的加码 第一趟是在三九九做最后的加码 两趟上去我们都在高档有出一趟 有没有 有 那你看当你在高档出一趟的时候 我们同样面对下跌四百四十点的行情 对 可是现在我们是好整以下 怎么样 我在等待买点 买点 我在节目里面 我甚至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们随着华硕 你看华硕当时五百零二块 今天已经来到四百五十块半了 很多人如果你当时套在高档 现在短短几天的时间 你已经五十块没去 是 可是我们在高档出一趟 现在已经有五十块钱的价差 怎么样 我们随时要进场怎么样 来大减便宜 因为已经到了怎么样 已经到我们的瞄准区了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在节目里面 我也很公开的号召大家 我说如果说你现在 不管你前面有没有跟着我们做两趟 哪怕是一趟也好 也不管你前面 你到底有没有跟着我们卖在高档 反正你现在有华硕的也好 你准备买华硕的也好 那么接下来 华硕的下一个 所谓的买进点 你想要掌握的 对 我说过我开放让大家怎么样 来做一个预约 有没有 当然也引发非常的一个 所谓一个非常的踊跃 大家都纷纷来做一个预约 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想我们面对同样一档行情 同样一档股票 面对的是同样的行情的一个波动 可是我们的做法 高出现在低阶 准备做第三趟 其实在前几天 应该在放假之前 我们还把华硕的单股的研究报告 送到各位的手中 你自己有拿到手的 你自己好好看一看 当时我是不是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华硕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虽然我看好某一个价位是它的目标价 有没有 但是有那个目标价并不代表行情 就是一波直接到底 对 所以我要提醒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什么时候该分段操作 当大家都在告诉你 它有多好有多好 而且它又累积一定涨幅的时候 你都要懂得分段操作 所以为什么我说过了吗 为什么在当时卖掉股票的第一时间 我就在节目里面告诉给我卖了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反复的做一再的做 因为我不这么做 你们会被怎么样 市场上多数的一些氛围所蛊惑 对没错 你看到说 你在说不要追不要追 人家都说不用怕一吹就好 工会抵着就把抵着就对了 你看事后来看 对不对 我当时出掉 现在已经有50块的价差 我现在买回了 我可以赚50块钱的价差 是不是 如果当时我告诉各位 分段操作的一个重点 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规避掉50块了 对不对 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50块钱的价差加进来 你说我能够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另外 能够让你握有盘面的主动权 什么叫盘面的主动权 你买在500块的华硕 你告诉我 你现在能做什么 你只能等 等解套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能做什么 我现在能够买股票 对不对 而且买不买看我高兴 我什么时候买也看我高兴 对不对 因为我手中有钱 这就是我操作的一个主动权 甚至我买别的股票 我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做股票 如果说你连整个主动权 你都握不在手上的话 你说你要在股票里面市场 这个股票市场 你要赚到大钱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说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可是多数人都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过你就是用错方法 那你为什么会用错方法 很简单 你跟错人 没错 对不对 你跟错人 你跟错人 他的方法不对 当然就跟着不对 但是你只要你跟着人 对的 他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自然就对了 你自然就是赢家 对不对 你看如果说你跟着我 从三字头一路的买上来 然后高党你又出一趟 你看你现在整个心 纵使我们面对的是一样 一波行情跌了快500点 440点 但是你是不是很轻松的来面对 你最好再跌低一点 我可以买更便宜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说方法真的很重要 方法真的很重要 我说过了 做股票 我们要的是赚钱 对 很多人都喜欢看着 盘面上一堆人 告诉你 他有多少涨停板 他有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结果呢 我说涨停板的股票都不一样 我说头对你都没有发现 如果说真的那么厉害 照说涨停板 你要能够连续啊 对 为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股票 对不对 很明显就去追那种涨停板的嘛 如果要去追涨停板 我说那不用跟老师啊 你自己都会做 做股票是要赚钱 而不是怎么样 而不是买一大堆股票 对 好的股票 你来回做 你都能够搭转嘛 你看华硕不就最好的一个例子吗 对不对 两波咯 两波咯 第一次从300多块 一路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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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438块 高档出一趟 拉回又回到300多 一路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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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涨到502 你们都知道 我们又在高档出一趟 现在再拉回来 是的 我们准备怎么样 摩拳插涨 摩刀霍霍 准备要接第三趟 对啊 你需要换来换去吗 不用哦 你需要每天都有不同的股票 涨停板吗 你说华硕 从我们买进到现在 它有涨过几天涨停 没有啊 没有 对不对 不是说没有涨停啦 可是你数都数都数 出来就有几根嘛 是 但是纵使它没有每天涨停 你能不能大转 你告诉我 对不对 两趟都从三字头 一路这样上来 你说你能不能大转 是 啊你反而 你去追那些 每天都有涨停板的 我就说了嘛 我朋友去试过啦 有没有涨停 有 有没有创高 有 但是摸摸口袋 空的还赔钱 没赚到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面对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人 来带着你一起操作 来面对 接下来股市一连串的一个挑战 我想这个答案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好 所以昨天我们跟着老师准备 要进场来布局我们 华硕第三趟了 对不对 到底要怎么样跟上呢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广告当中告诉您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的会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着我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尤其是大家在追AI三雄 老师带他进场布局 就是我们这一档华硕 赚完第一趟 从300多到438 第二趟从300多 再到了502 接下来我们手上满满的现金 准备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第三波的华硕了 这一天我们 之前第一波跟第二波 你都没有赚到 都没有跟到的好朋友们 接下来您千万不要错过 来预约我们华硕 下一波的进场点 欢迎听我们今天 来电登记 而且登记完之后 只要进场点一到 老师就会通知您 所以您要怎么样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而且资金率 如果在300万以上的好朋友们 大资金的好朋友们 老师会特地为您做 量身定做的特别规划 想要拥有吗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就是带图的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一起预约 华硕下一波的进场点 来电登记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如果您资金 300万以上的老板板 老师会特别为您 量身定做 特别为您来规划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样进场布局 华硕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预约华硕 下一个进场点 0223659333 赶快拨通 就是现在 9893 9893 台湾大所进行的 节目是股市 罗宾汉梅 这些罗宾老师 跟费品牌 陪伴大家 来电话 想客战老师 预约我们 华硕下一波的买点吗 不要忘记 来电登记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来下家有听的歌曲 来自于 Kenny Rogers 所带的这首歌 Full Lose 马上回来 I've been workin' So hard I'm punchin' My car Aid air Forward Forward Tell me what a guy I've got this feelin' That time's still holdin' me down I'll leave the ceiling Or else I'll tear up this town 回家就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 为您邀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翔盛洛老师 继续回来了 所以昨天我们 到底接下来 怎么样跟着老师的脚步 进来布局 我们华硕第三波的 这样一个买点 老师 我想随着行情 连续三天 那个压活 我们刚一开始 也告诉各位了 目前这个盘面的 一个恐慌的一个氛围 日渐的一个身高 那我们也提醒各位了 也叮嘴大家了 就当大家现在开始 这个恐慌的气氛 身高的一个情况下 我反而认为怎么样 机会来了 就好比说 当大家在乐观的时候 我们在封关前 把这个华硕给出一趟 对不对 那现在拉回来了 有了50块钱的一个价差 你看当天502块的高点 今天的低点 甚至来到450块半了 超过50块钱的价差 才几天的时间 可是当大家现在 你看当天我们卖了当天 多少人在讲华硕 有多好有多好 现在华硕没有人在提了 那我认为怎么样 它反而就是一个机会 这就是我说过 心理的一个层面 对 心理的一个层面 尤其你做股票 你不要被多数人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左右 就好比你看 在封关前 行情创新高 大家告诉你 哎呀上看一 这个万八啦 一八六一九啦 万九两万 现在一跌下来 哎 这些声音都不见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才也提了 那你当时看一万 这个万八啦 万九啦 现在呢 你看好了这些理由 难道现在不见了吗 现在还在 那你为什么一跌下来 你就不敢讲了呢 所以多数人 我说过怎么样 都是看着说着 看跌说跌 那如果说你按照 这样的一个氛围去操作 你就很容易怎么样 你很多股票 你会追在最高点 会杀在最低点 就好比说 你看这几天 封关前 大家跟你讲 华硕有多好 AI有多棒 有没有 现在呢 讲华硕的没有了 现在这些人跟你讲 航运 红海的紧张局势 这个运费升高 又怎么样 是不是多数人都在讲航运 有 对不对 为什么航运在涨 明白 这个就不就是我一直告诉你 多数人哪怕只是分析师 对不对 多数人他还是只会怎么样 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盘面什么东西在涨 他就告诉你有多好 有多好 那盘面一跌下来 他就绝口不提 就跟大盘也是一样 当时大盘在涨 他就告诉你 上看多少又多少 对不对 哪些 这个哪些的优势怎么样 一跌下来 现在告诉他 这个也要小心 那个也要小心 奇怪 不都是同样一个盘式吗 只不过行情 上去的时候 涨多了 也让他喘口气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认为了 现在纵使盘面 整个氛围 大家害怕的氛围越来越升高 但是我说这就是机会 对 尤其你看今天大盘 纵使第三天的拉回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今天 其实他已经怎么样 已经留有下影线了 昨天是跌了两百多点 几乎收在 当然昨天也有下影线了 可是昨天的氛围跟今天 已经又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说过 现在如果说 你想要做华硕的 我昨天就预告了 趁着这一波拉回 反而是怎么样 我们进场要大减便宜的 怎么样 最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我昨天也开放 让大家来预约 下一次华硕的一个进场点 当然我说也得到市场上的一个回响 既然大家也都对华硕的 这样切入再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有这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兴趣的话 那么今天我说我再开放一天 再开放一天 让各位能够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要能够让你体会 什么叫做用对的方法 同样的股票 不是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 它有多好那行情正在涨的时候 你去追高 而是你要趁着它拉回的时候 在对的时间去做一个买进 就好比当时三百多块的华硕 没人要 对 你那时候买了 你是不是就打转 是的 现在华硕又没人讲了 又没人要了 对 这不就是我们的机会吗 但是没有人带着你做 你就是不敢 你也不懂得在哪里可以切入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为什么再简单的道理 低买高卖 就是赚钱的方法 对不对 大家恐慌的时候 你要贪心一点 大家贪心的时候 你要恐慌一点 大家都懂 可是你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没有对的人 用对的方法 然后在对的时间 来带你做对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 逻辑就在这里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 我说你想要成为股市的赢家 就从对的第一步做起 至少你要用对方法 要用对方法 你要跟对人 对不对 那你要跟对我 第一件事情 你想做华硕的 你今天就来预约登记 好哦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到时候时机一到我 一声令下 会员开始买进的时候 你有完成登记的这些朋友 也能够同时怎么样 同时做买进的动作 尤其我说你有大资金的 你千万一定要用对方法 所以如果说你的资金 在三百万以上的 我特别 特别什么 我特别在亲自帮你规划 我亲自带着你来做买进的动作 好来 听伙伴们不要忘记了 想要预约我们华硕下一个买点吗 赶快来电登记 听伙伴们不要忘记了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除此之外 您资金三百万以上的老婆们 老实要帮您做特别怎么样 量身定做 特别帮您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欢迎听我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准备好了没有 赶快拨通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起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尤其是大家在追AI三雄 老实带他进场布局 就是我们这档华硕 赚完第一趟从三百多到四三八 第二趟从三百多再到了五零二 接下来我们手上满满的现金 准备跟着老实进场来布局 第三波的华硕了 最后听我们之前第一波跟第二波 你都没有赚到 都没有跟到的好朋友们 接下来您千万不要错过 来预约我们华硕下一波的进场点 欢迎听我们今天来电登记 而且登记完之后 只要进场点一到 老师就会通知您 所以您要怎么样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而且资金率 如果在三百万以上的好朋友们 大资金的好朋友们 老师会特地为您做 量身定做的特别规划 想要拥有吗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就是带图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一起预约 华硕下一波的进场点 来电登记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如果您资金三百万以上的 老师会特别为您量身定做 特别为您来规划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进场布局华硕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预约华硕 下一个进场点 02-2365-9333 赶快拨通 就是现在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